这次旅游去的地方很多 一直在退房退房入住退房入住 哎呀 反复 一二二三三的 我们现在已经把所有的东西都该放好放好了 自己的东西也不要忘了 检查一下 所以呢 我们 已经弄好了给房东发个信息 告诉他我们退了 这个地方没有来 我们只到了海边和老陈那边去了 这边是他们真实生活的地方 我觉得 之前看的有点像 蜂巢一样的这样的房子 也是这样子的 原来它是很多洞棉起来的呀 挺好看的呢 像这样 挺特别的 nice 这是一个酒店 The company of Water Island 哇 我老公说这一个岛是一个公司 把这个岛买下来的 建的都是酒店 妈呀 还挺大的 进入一个隧道 它连一个灯都没有 妈呀 吓死人 他们这里上次也进过一个隧道 也没有灯的 黑不溜球的 现在这个城市的名字叫BAR BAR BAR 酒吧的BAR 我老公说在这个山旁边 有一条公路啊 高速公路是中国人 发钱给他们造的 他们付钱给中国人 我们给他造的 可以吧 厉害的吧 我们已经在市中心了 看这就是他们的市中心 到处都是买运动鞋的地方 所以现在都在打扯很厉害 他这边这个城市BAR 他没有那种老的 像城堡一样的东西 没有 这就是他的市中心 就这样 就那个样吧 看 反正到处都是饭店喝的东西 你看今天其实应该上班的日子 但是 还是有很多人 可能现在是午休时间 没有地方看 太热了 这个天 太阳出来 晒死人 我们决定走吧 因为他没有那种 就是专门像步行街一样的 像老城堡那种性子 要么就是教堂的 没有 现在我们去阿尔巴尼亚 这条路我就问我老公 我说到那边去 他都没有高速的吗 他说不是 没有高速公路 这就是他们主干道 挺恐怖的吧 他撑过房子呢 希望等会能好一点 可想而见 他们两国家有多么的不待见彼此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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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路 看我的手机晃了哎呦妈呀 经过这一片 看很多四五里都是被大火烧过了 也不知道是发生了火灾呢 还是他们这里就是 有的人喜欢把它烧了之后 让它重新生长 盘子糊掉了你看 盘子糊掉了你看 火力太猛糊掉了 但是你这大火烧上面有电线的呀 但是你这大火烧上面有电线的呀 吓人的危险的不得了 所以一定要小心火呀 所以一定要小心火呀 自然把大子弹给烧掉了 你看这里是这个的 你看那边就是绿的了 你看 很大一片呢 哎呦 你看这里就好了 看这个马路的两边啊 脏的不得了 都是随手丢垃圾 这一点真的不好 你说你随手丢什么丢啊 把带走 你看这些都脏的钥匙 你看两边全都是脏的 塑料啊 皮啊 袋子呀 都是这些人瞎弄 一点都不保护好环境 看这都是 你看 脏脏的 刚才前面有个车子过来 我们就往右边一让 结果呢 就没车子说轮胎坏了 气死我了 刚才你说这么窄的路上 你说离开那么快干嘛 看看这个地方 看看这个地方 看到处大家再把垃圾往这扔 你试试看 全民素质还是得提高啊 有点环保意识 我们坐在车里头等人家过来维修 希望等会能解决吧 打电话 第一个打了电话 没人他不会讲英语也不会讲德语 后来我老公又找了 找了一个他会讲多国语言 然后他说我派车过来 还有半小时就能到了 希望一切都好 妈呀等到半天都已经一个小时了 这人怎么找不到这个地方呢 都已经给他发位置了呀 哎呀急死个人 热死了外头 有没有素 哎呀怎么办呀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快点来呀快点来呀 车胎又前面右边的车胎爆掉了 就是刚才那个一个疯狂的人 从我们对面过来 因为这个马路很窄嘛 他开的快的不得了 然后我老公就赶紧往右边让嘛 一让趴叉撞到石头上去了 妈呀总算来了 等死我们了 总算来了 他现在在看 不会把我们车子放上面去吧 看来我们还是没有 逃过上这个车子的秘密了 人生第一次 妈呀这么拉的吗 哇 用那个绳子 带上去 妈呀 长这么拉第一次 哎呀哎呀哎呀 就看前面这个胎 别掉了 还好我们等了一个多小时 因为地方那个人没看地图 不然很早就到了 没有所说的 像人家说等个半天多长时间还好 现在把车子弄上去 走了走了走了 好吓人 洞也没有看见东西查里头去 但是他就是没有气了 希望不要坏了 也希望他们有这个轮胎 没看到 我还看到这里有中文的 你看 车站反光天月 广东生产的 我们现在坐在司机的前头 我和我老公 他让我坐中间 我说我不坐了 哎呦 我还得拽这个东西 真的是站的高看的远 坐的高一看的也更远 哦 哦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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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天窗了 然后肉呀 太热了 哎呀还好前面有个村子 它是不远的 其实 没有 但是这是库地 你库地 库地 库地 很相似 很相似 哎呀名字交错了 真就不好找 看 我老公坐在那里 哈哈 因为我是穿着裙子 等会儿内裤都被人家看见了 坐那么高 哎 没想到以这种 进入村子里头去 看看这个是一个教堂吗 这条道真的很窄 不知道还有多久 才能到他们维修的地方 这两边长的都是很多的 五花果 十六 还有 冰桃 还有 哎呀 看车子走的 还有 橄榄 看这都是全是五花果 小五花果 哎呀呀 看这道多窄 妈呀妈呀 这个人他要试一下 先冲一点气 看怎么样 我们在这个 一家家油站这里 冲一点气 看是怎么怎么 为什么会坏了 因为没有看见洞 这个人说是边上坏了 现在在冲 这个就是修车的地方吗 现在到这里 现在来看 到底能不能修 因为是侧面 这个就是修里的人地方 看 人家还修船呢 看看 也挺厉害的 我们在二八零亚的房东 已经打电话给我们 问我们什么时候能到 我们说我们也不知道呀 车子坏了 他说好 那等你们吧 等我们好了 再给你打电话 卸了一个古路的车子 这样子 妈呀车子里头就这 死样子 看看 哎呀妈呀 冲气 这个地方 一个洞 这个地方 一个洞 第一次 看看 黄色车子 好像通用了 都是 修的 现在把这个车就卸下来 往那个大缸圈上面卸下来 没有这个设备真的是装不了 没有这个设备真的是装不了 如果没有这个设备 你不能脱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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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有这么小的摩托车 嗯 好小 小孩子 起点 我们在点堂呢 在弄呢 希望快点好 Look how smart it is 修好了 现在在充气 刚才一炸一炸把我吓死了 你会炸掉了 虽然都是高科技 他会看气压 不会像你那种漫无目的的怕擦 用掉的那种 还有一点点 现在放水里头 还有一个洞 一只水大得不得了 现在装起来了 三个洞 3个洞 3个洞 嗯 希望一些都好 现在要把我们车子放下来了 到他这个人上班的公司了 这个钱还不远 到这两个公司里头坐一会儿 他说你要喝咖啡吗 我想上厕所 修好了 脱车80 修车20 一共100欧 嗯 就这么 没了 下次一定要备一个备胎 原来备胎是有这样的用处 阿尔巴尼亚 现在我们马上就要到阿尔巴尼亚的 边境了 他们这边真的是水果是主打十六合 无花果 还有葡萄 还有猕猴桃 梨子 都是他们这边的特色 枣子 不过一般路边见的一般里都会看见十六合 无花果比较多 群山了 马上要到边境了 要过边境 快了 希望人不要太多 看见他们这路边都长了水果 我好想摘 边境要来了 现在已经到了 在等 现在我看前面有一个车上坐了好几个人 下来三个里头还有两个可能是 因为每个人过边境都要在抢张 所以我们现在在等 应该很快 不会很慢 看看环绕一下四周 大家看看 拜拜 好闷啊 排队啊 排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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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 我们现在已经到阿尔巴尼亚了很快 我等会看看我的护照上面没有敲张啊 现在我们已经到阿尔巴尼亚了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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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 这次跟我老公两个人 我们第一次到黑山 然后就是阿尔巴尼亚 我老公说阿尔巴尼亚 他就有点像朝鲜一样 他以前是不开放的 哎哟妈呀 这个歌嘛 他这么快干嘛呢 不不不不不 看他们这里的教堂 这是一个教堂 对吗 Mos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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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哟哎哟 哎哟 他们这里这个价格挺贵的 合成欧元的话是一块三毛七 比黑山贵 他们的就是柴油 汽油肯定也贵嘛 你看人家在酒店也挺时尚的嘛 对吧 你看这边 这边的房子都老丢了 可能是战争是起始什么的 不知道 那今天晚上看一下 看看这边又有一个城堡 城堡里头有没有王子呀 我要王子 I want a prince 我们现在经过这个桥 看上面就是城堡 很多人钓鱼呢 在这里 看他们这里 土地啊 地面都是挺广的 妈呀 羊羊的 羊羊 羊羊的 看那边是高山 那个山上面都是白色的 很多的山 地方还是挺广的啊 地广人少啊 有的地方你看说以前是加油站嘛 妈呀就像一个壳子了 真吓人 就是给人感觉它有一点好像 有点又有点像鸟无人烟 又有点像破的 时尚的也很时尚的 哎呀就是有点 大家所有东西弄的都有点格格不入 看这边很多很多的山 但是我怎么看这种山还挺好看的呢 这个山 因为你看起来不是很清楚 感觉天气不好 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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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条路上啊 在从黑山到奥巴尼亚 现在这条路上 看到最多的就是加油站 还有一个就是最大的 就是他们这里的房子 很多建一半就不见了 要么就是房子空在那里的 空房子 而且他们这人开车很恐怖 突然之间停在马路中间了 然后呢 车子要绕给他 你想想看 这是主干道啊 是不可以这样子的 你看加油站多少 你看现在看那个加油站 等会你一会儿 又要看你一个加油站了 他们很多房子就是盖这样子的 然后就不盖了 不动了 还有要么就是这个房子 造的很漂亮在那里 然后从路 马路到他家去的那条路啊 很很糟糕 就是好像你的房子就 夹击放在那里去了一样 真的是挺搞笑的 你看前面这个车子 他们把这个车子拉过来 你看又有个加油站 这个车子是他们应该是 他们这里喜欢买二手车 而且阿尔巴尼亚的人 他们很喜欢奔驰 几乎很多人都喜欢奔驰 最好是人人一个奔驰 像这样的房子 你看有人住吗 真的好恐怖 真的 很吓人的 看我们前面这个车子 哇这个天很大你看 哇 这里开车很恐怖 太吓人了 卖西瓜挺多的 他们这里自己长西瓜 卖花的水果 加油站最多 看看 看看这两边 还有酒店 他们这里还是受疫情的影响 晚上11点到早上6点钟 是不可以出门的 因为疫情嘛 不可以出门 看看 看看他们这边 好像有着火了还是怎么的 还是故意弄的 好大的烟 浓烟滚滚了 你看把这个烟 把这里的弄的它脏了 乌烟脏气 好像我都已经看到明火了 我们的车子刚才气 那个补胎没补好 又漏气了 妈呀赶紧的 还好人家这里有一个人开 赶紧来 人家把修好就修好 哎呀 现在这个胎呀 一补再补 希望这个人能把修好吧 哎呀 现在天都已经黑了 好不容易他们找到有一家 因为这个轮胎呀 一换就换两个 两个轮胎300欧 现在我们去拿 不然的话 天天都玩不了 这个帅哥说带我们去取 哎呀真的 气死人 妈呀坐在这个帅哥车上真吓人 我都害怕死了 我老公都手都扶在这上面 开的死拉快点 真吓人 因为我们现在要去拿轮胎 吓死了 又又又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之前来冲了一下气的地方 那个时候我就想跟我老公讲去修一下子 你看现在跑的这么远 再来弄 哎呀都烦死了 现在我们回去了 哎呀这个帅哥还好 现在开的还行 就怕他开的死拉快点 他在打电话 这个帅哥又开始飙车了 怎么老开这么快呢 开这么快干嘛呀 哎呀我的天 我害怕 哦 现在早了 现在早 刚小了 这个是19号 19号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是20号 拿错了 小孩子 帅哥还有一个餐厅 酒吧 隔壁是修车 这里是酒吧 他是玩抖音的 妈呀现在应该是20号了吧 20 现在是20了 20 现在开始把我们的装上去了 应该是素质量 OK上去了 之前19号小 马后不对也上不去 哎呀总算装上去 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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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吓人的 现在他们在给你一起弄一下 弄平稳的 吓死个人今天 刚才那个帅哥都吓死了 这里头有东西吗 有东西 有东西 这么先进啊 他在检测呢 电脑 什么吃肉 什么的 看不懂 这什么意思呢 我老公懂 我还是不懂 原来这个胎 不是你换上去就好了 他要这样子 这个牌子的轮胎是咱们中国产地 中国青岛 可以的吧 然后另外一个再卸下来 再把装上去 然后再给他弄一下平稳 让他看看另外一个卸下来的时候 你看坏的 我老公气死了 真的这个坏的可严重的 一捏他就破掉了 很严重的严重 你看 妈呀太吓人了 我老公呢 我们这个轮胎是米其林轮胎 结果裂的吓死个人 妈呀太恐怖了 看这个边上 裂的太吓人了 你看这里也是的 这里也是 你看这个地方 特别是这个地方 看 看 裂的吓死人 你看看 看 像这样 一捏 吓死 你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坏了才严重的 看 大家一定要定时检查你们的轮胎 不然的话出了事故 在高速上面吓死人 现在车子修好了 这个帅哥还请我老公喝了一瓶酒 哎呀就是开车慢一点 其他都好 拜拜 拜拜 走喽 我们现在到我们的目的地去喽 现在马上到9点了 现在8点44分 就是最长的一天 我们还没有回去 在阿巴尼亚开车的话 一定要小心一点 因为右边很可能有人会骑自行车 而且自行车上面还没有灯 晚上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最好就不要开车了 而且他们自己查酒驾 查的也挺严重的 太吓人了 好在我们有惊无险 遇到了一对 很热情很善良的父子娘 真好 所以人一定要对别人友善一点 就是你对别人好 别人也会对你好 可能你对这个人的好 不可能就是在这个人身上给你回报 但是你会在别的人身上 他会回报给你的 所以呢就是我们多多对别人好一点 现在离我们住的地方很近了 这里到处都是警察 你看前面还有警车 蓝灯在闪了 这里的商店开的也挺晚的 现在都已经9点14分了 他们还营业了有的 这条街上除了吃的就是喝的 多好呀 这才是要度假嘛 除了吃就是喝 还有睡 挺好的 这个地方看起来很安全 没有想象中的说那么恐怖啊 有什么黑社会啊什么的 那不要招惹这些人嘛 咱们远离这些 对吧 自己要保护好自己 我觉得你看晚上啊 都有人坐在外头 挺悠闲的嘛 就是没看见有人跳广场舞 看酒店装修的可好了 看看他们这里的都坐在外头 欣赏应验 看看他们都坐在这里 要过来 安全吗 你看看吗 哇呀这车就停在这儿 看都是餐厅 哈哈哈哈呀 都是餐厅 发现了真的这个地方都喜欢吃 真的是印了那句 民以食为天 哎呀都是吃货呀 我以为就我们中国人喜欢吃呢 原来他们也是喜欢吃呀 哇 在过去我认为 只有中国人喜欢吃 现在我发现 每个国家都喜欢吃 对吧 我们应该要到地方了 他们这里的音乐有点 欣赏不来 我们现在在这地方等人过来接我们 听到这个音乐 我老公头都要大了 小小小 接 现在我们把我们车载冰箱里的东西都拿走 放了一些啤酒啊 还有火腿啊之类的 我老公跑到对面去买啤酒了 他怕人家关门 所以他赶紧去 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 真的是有惊无险 大家千万不要学我们一样啊 准备工作做好了 好了咱们明天见吧 拜拜